伊斯兰国恐怖袭击和加拿大国会山发生的恐怖枪击案的影响 英国皇家卫队也打破传统 在换岗的时候增加了持枪的军人保护 现在我们联系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灵 请他介绍最新的情况 静灵 英国的皇家卫队的换岗 可以说是英国的文化传统的一个特色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对于伦敦来说 很多人都要去看 那么现在换岗增加了十枪核弹的军人来保护 那会不会对英国的这样的旅游业 或者民众的这样的心情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 灵声戴着这个大黑熊皮帽 穿着红色制服的英国御林军 每天换岗的时候都吸引了大批的人超关快 那么传统上呢 御林军换岗的时候都是由这个两名骑在马背上 和两名徒步的这个御林军负责保护来监督的 但是呢上个星期 加拿大国会附近的这个纪念碑前 的这个典礼兵遭到伊斯兰狂乐分子射杀之后呢 英国政府召开了这个紧急会议 并决定在这个伦敦行政中心和这个观光景点 都部署这个武装的士兵 那么这就包括了这个御林军在这个英国首相府 唐宁街10号附近的这个营区啊 也就是所谓的皇家骑兵的这个阅兵场啊在内 因此呢从这个星期开始 当这个御林军晃班的时候呢 民众看到的不再只是传统的马匹和这个御林军而已啊 还有这个持着机关枪 这个现代重型武器的武装军人站在旁边 那么英国国防部的消息来源表示呢 这项部署除了保护那些执勤的皇家骑兵团的 这个士兵之外呢 并希望可以这个发挥这个主下的作用啊 避免类似加拿大这个离宾袭事件发生 那么英国的民众啊 对这样的一种做法有什么样的反应 另外这样的一种做法 它会不会是一种会是长期的做法呢 还是英国只是在这个地方提高了这样的警备的级别 还是在整个英国都提高了警备的级别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 就是可以想象这个英国大洞罪这个新的景况 先是感到突兀 然后呢应该是一股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感伤 因为呢尽管是在这个威胁 恐怖的威胁下 英国朝野认为 英国的传统疑点和纪念活动 依然是必须维持下去的 但是呢同时采取这个措施 审慎的保护这些离宾 也是绝对必要的 那么套用这个英国前陆军参谋总长唐纳德勋爵的话 他说这个是在这个时代里面 令人感到相当悲哀的一个迹象 那至于说这是不是只有在伦敦呢 或者英国的全国 这其实是英国全国的 也就是如果我们记得的话 从今年八月底 英国政府把英国本土 遭到国际恐怖袭击威胁 提升到严峻 这表示说英国遭到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是极高 从这个时候以来呢 尤其是在伦敦的市区 武装警察的警力是明显的增加 那么人潮汹涌的地方 也多了一股这个焦虑不安 那么而随着这个 我们知道在下个月11月11号 是英国每年都相当重视的一个停战纪念日的道令 这股紧张的还有紧绷的气氛 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的 林森 今天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有点好奇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在伦敦感觉到 有那种不方便 因为这种警备级别的提高 是的 林森 这个问题 谢谢你问我这个问题 确实感到不方便 而且常常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比如今天我到这个演播室来之前 从来没有遇见过地铁有这么多的人 而且是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大家都卡在门口 所以比较警觉的人就会觉得说 那我最好赶快离开这些人潮区 那么也看到这个警察 可是这样的一个不安的气氛 就像我刚刚说的 确实从大概从两个多月 三个月以前开始逐渐增加 而预料呢 相信这样的一个状况到 耶旦节可怕 不止刚刚说的停散纪念日 我想到耶旦节前都不会停止 而且有很多人现在已经尽量避开 不去搭地铁 而改搭公车 或者用步行的方式 在伦敦四区里面 以避开这样的一个不安的气氛 林申 好 谢谢敬林 这是美国之音 驻伦敦特业记者江敬林的连线 报答不要离开 稍后回来持续锁定收看 美国之音VLA卫视的节目